哈囉大家好我是屈虛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福道萬家春節前業季的轉蛋 那這次的話就是再次復刻的筆桿 那這邊再跟各位提醒一下 筆桿是唯一一次的復刻 那這次抽完的話就沒有再出的可能性囉 那這次的話一樣跟平常的財神是一樣的方式 就是70抽薄一隻限定 然後150抽是必定中一隻筆桿的 那如果想要拼的話就是直接拼到飽 就是最穩定的做法 那筆桿的話也是有做一些小小老上求 那過了一整年 那我們還是要重新講一下筆桿的東西 那筆桿的話是最主要是從CD7改成CD6 神族學術回復型 那三圍的話好像沒有做任何的改鬥 特殊珠以外轉黃色珠 兩回合有機率掉落前頭角色C珠 紅色珠轉自身C珠掉落 黃屬性所受敵人傷害減輕50% 那CG的話是自身恢復力為比例單體救急傷 一回合黃屬性恢復力提升20219 那恢復HP 那被動一的話是破障礙跟破傷害 被動二的話是全角色點按支柱加1 被動三的話是自身在前頭時愛心珠有機率轉 最多7顆黃色大爆彈掉落 那被動四的話是冒險開始時主動技能減少6 那其實基本上還是一樣沿襲了原本的 開場吊氣的最優秀的技能機體 那現在變成說 原本以前比桿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要無限輪迴的話一定要四隻 不然會有一個空雙擊 但是四隻的戰力會變成說 那個版面不是太好看 那現在這個問題的話就會被改掉 那所以現在最後一隻可以 放一個落爆彈的角色 像是LOSS的高矮千格 他就是被動落爆彈 那那個整個傷害就會相當的不錯 那個傷害就會相當的不錯 不然的話其實比桿這個修減一個CD 基本上就是把他之前最大的問題是給修掉 其他的部分基本上也沒什麼改動 那他依舊還是黃屬性最強的弱CG體之一啦 所以基本上必桿還是屬於必抽的等級 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必桿還是屬於必抽的等級 而且這次出完就再也沒有機會出了 所以可以多找一些朋友 一起趕快入坑 抽個必桿 開心過了歡樂的童年 之後就可以再去補一些別的東西 那基本上好像看 李白跟杜甫這兩夫妻 好像也有做一些些小小的上修 但是大部分好像是增加連鎖的部分 那我覺得 就我自己在台版這一年來 好像只有一個做球官有特地用到他們之外 好像平常沒什麼用到他們的機會 所以其實也還好 那司馬千的話基本上 他的弱爆彈雖然是不差 但也已經比較沒有像之前的那麼強勢 但不過他有CV啦 所以我覺得他的除度也算是足夠 那解除黑暗跟壁毒的雙解DEFUF來說也算是相當的有 算是給的相當有誠意 然後CG的話還有一些 升攻升回 也是解雙反向 然後 我是希望說如果司馬千可以把最終階層 改成開始跟最終的話 那當然這隻角色也算是非常棒的角色 但是基本上 因為現在台版的主線人比較少看到他 但我想之後他應該還是依舊會是主 比較像是主人公的定位 所以如果是屬於司馬千粉的話 也可以考慮拼拼看 那基本上這詞的話 因為由於水財神的狀況還是不太確定 所以如果你有所保留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就是可能等到除夕焰那天 比較有確定之後 再抽會好一些些 那如果你已經鐵了心一定要把筆桿抽到飽的話 一定要出來的話 那就是直接拼了 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這次的分析的話大概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喜歡按個訂閱 那沒意外的話 明天晚上我會在Twitch開台抽 這次的筆桿 去年380抽沒有抽到 今年我絕對會 把他弄到有 好嗎 就這樣子囉 掰掰